另外在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在南加州举办中秋联谊会 并于当天向洛杉矶华文媒体发放奖杯 表彰媒体人对社区的贡献 当天的活动有中国驻洛杉矶总民馆乔务领事王琪 蒙特利公园市前市长林达坚 亚凯迪亚市第三区市议员候选人王爱玲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众多会员 以及洛杉矶当地华文媒体的代表等 共一百多人出席 南加华联主席陈惠弼在致辞中为到场来宾送上了中秋的祝福 并对南加华联及其成员社团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所举办的多种活动做出了总结 南加华联荣誉主席张素九在发言中也特别提到 在总领馆的指导下 在陈惠弼主席的牵头带领下 在南加华联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南加华联联合各大侨团 共同主办了迎新春 庆冬奥春节联欢晚会 并荣获中国驻美大使馆秦刚大使所颁发的一等奖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王岐领事则在讲话中 肯定了南加华联在各个领域所做出的突出成绩和贡献 同时也对到场的洛杉矶华文媒体表示感谢 并指出华文媒体对当地华人华侨社区的发展 和侨团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辛苦了 可以说每场活动都能看到大家繁忙的身影 在帮我们记录着我们桥界活动的点点滴滴 大家用这个镜头来记录着我们活动的瞬间 用这个文字来记录着我们活动的每一个过程 非常的辛苦 我呢也在这里呢向大家致以敬意 那也希望大家今后呢能够继续的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 把我们的声音呢更多的向对外呢去传播 促进我们中美之间的文化各个领域的交流 促进我们的交流合作 在随后举行的仪式上 南加华联为众多华文媒体代表颁发奖杯表示感谢 南加华联表示正因为这些媒体及时报导华人社区的各类新闻 也提供很多主流社会的动态和消息 促进了华人华侨之间的信息流通和对主流社会的了解 那么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题 就是特别感谢在疫情以来 然后我们的媒体朋友对我们社区的贡献 和对我们所有社区的新闻报道 祝各位中秋愉快 谢谢 在活动上 南加华联会员代表还共同演唱了会歌 南加华联之歌 该歌曲是由林连联和北奥作词 陈和侠和刘良子作曲 在今年4月份南加华联幻届大会上首唱之后 一直传唱至今 凤凰卫视林汉琴洛杉矶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